9月9号下午河南省委书记王国生、省委副书记省长尹洪一行来访清华 来访期间双方签署了河南省人民政府清华大学深化战略合作协议 清华大学校党委书记陈旭、校长邱永、校党委常务副书记江盛耀、副校长尤正等参加签约仪式 陈旭表示,清华大学和河南省联动密切,双方立足清华大学科教资源优势和河南省实际情况 在产学延转化、人才交流培养、教育培训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的合作 有效服务了河南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清华大学双一流建设 邱永表示,这次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是一次重要的战略机遇 将推动双方合作迈上新的台阶 清华大学将充分发挥科教资源优势、聚焦重点领域 在人才培养、高等教育、产学研合作等方面开展深层次交流合作 共同成就省校合作的新高度 王国生表示,希望双方加快建成长校合作机制 在科技创新、生态保护、人才培养、教育科研等领域 深入推进省校合作,实现优势互补、共赢发展 尹红介绍了河南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河南省副省长霍金花、清华大学副校长尤正代表双方签署 河南省人民政府、清华大学深化战略合作协议 偿万人开始建议 福宗里、小学生、世纪、教育、坚子、獨不得 、最后三家大学之、恻、三家大学、森、大学生、